今天我是專居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九月的景品 Ladyfinger 女子手辦 海之王女子手辦系列的 海海王女子手辦 one piece 女子手辦系列的 娜梅 這應該也算是新坑喔 但基本上 我發現我還蠻喜歡買娜梅的公仔的 但是我發現我最近 其實我更喜歡的是女帝 女帝跟大和 絕對不是因為我個人喜歡巨乳 是我覺得他們很好看 不是那種膚淺的喜歡巨乳的人 這樣講好像 此地無影 打開裡面這樣子 其實跟之前有介紹過 有一版本的GG系列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像 底座 鋼棍 謝師傅 然後身體 跟頭部 基本上就這樣幾個零件啊 不知道這個系列跟GG比較起來 誰比較大隻一點 以動作來講 我是覺得 以動作來講 我個人是目前比較喜歡 這個動作 因為它這個動作看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的深硬啊 GG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動作 有點僵 然後鋼棍的部分 它鋼棍部分也明顯的 比較好看一點啊 之前的GG的系列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GG系列比較長 但是它很軟 這個部分 它雖然比較軟 但是它也比較硬啊 我到底 這是什麼 什麼對話 軟而長而細 比較粗 比較硬 轉了 我不想講這對話 大家開始介紹公仔本身啊 公仔本身是這樣子 底座基本上其實它只有一個孔洞啊 集中在右腳這裡 衣服的 其實褲子我覺得做的還蠻好看的 這邊你那個 褲子的 這叫什麼 扭扣的部分 它都有幫你做分色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腳這樣子 我覺得還算蠻自然 腳趾是這樣子啊 比較可 可是我覺得它腳趾 為什麼我覺得它腳趾 好像特別的細長 感覺有點可怕 那 分件的部分 組裝的零件的部分 它注意幫你做到 它 腰這裡 而且它這樣子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屁股 這個尖 特別的尖 這樣裝上去 喔 裝上去其實 還蠻自然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腳趾啊 它腳趾這樣看起來 所以 這樣看不到褲子 如果這邊再畫條線 感覺還蠻好看 正面這樣子 胸部是這樣子 側面 嘎之窩 嘎之窩 嘎之窩這邊做的其實沒有很好看 但頭髮我個人覺得它分的還蠻好看 它頭髮有後仰的感覺啊 後面這樣 然後底座基本上就是這裡一個孔洞 直接塞進去 而且它其實我幫你注意看 我幫你做防呆啊 基本上 就是塞進去 這樣就完成 然後正面 給大家看一下 正面這樣 轉眼圈 肚臍眼也有做啊 其實還蠻好看 腹乳其實 喔 而且我其實這隻 我這次的這隻還不錯 因為有些時候 他們這個都有點小小的分色上 會有點 小小的異色 但我目前看起來 我這一隻 泳裝的部分 注意看它泳裝部分 塗的都還不錯啊 臉下面 這邊都沒有什麼異色的感覺 其實還蠻好看 上面這樣 然後注意看 它胸部這邊的那個勾 還有鏤空的感覺 它還有做鏤空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到我手指在後面 側面這樣 耳朵這樣 注意看它耳朵部分 注意還有幫你做上耳環 其實還蠻好看 可是耳環顏色是白色 有點可惜啊 如果做個比較鮮艷的顏色 看起來比較明顯 其實這樣看 看不是很清楚 好正面 轉眼圈 後面這樣 那給它換上棍子 不是棍子 這叫天後棒 我差點忘記它的名字 天後棒的位置 是可以移動的啊 像這樣子 正面 側面 這一組還蠻自然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跟GG系列的差異啊 GG的版本 GG很明顯 還是比它高了一顆頭以上啊 但是我覺得 以身體的動作來講 新版的這個 呃 Lady 女子手辦系列的這個 我個人是覺得 比較生動一點點 因為它的 GG系列的優點 就是它夠大致 可是它缺點就是 我覺得它的臉 每次這個眼睛部分都印製的 所以 相較之下 而且他們動作基本上都是 比較細長 比較可惜啊 後面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兩者的差異啊 而且 我覺得天後棒的差異性 就很明顯 給大家看一下天後棒啊 GG的版本的天後棒 真的太細了 感覺不出 它棒子的那種 感覺啊 那這個版本 這個所謂的 女子手辦系列的版本 棒子比較粗 可是如果你加上一些 閃電的特效 我個人覺得 效果會更好啊 正面 那今天影片 這一樣是9月的金品啊 這組售價也大概是300多 還找得到 不算貴的一組 那今天影片 是 谢谢大家